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麦哈顿市中心有三名男子在帝国大厦和梅西百货附近地区受伤 该地区为纽约最繁华也是游客最多的地点之一 事件发生在星期天下午31街以西 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 伤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说事发当时有两名男子正在争吵 其中一人拔枪射击目标 然后又击中两名旁观者 其中一名旁观者显然是一名游客 随后枪手和一名同伴逃跑 目前没有人被逮捕 附近居民大卫马克维奇说 他在枪声响起后几秒钟到达 看到三名伤者躺在地上 警察和救护车不久就赶到现场 以上是柳辰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